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上一讲讲了这个马克思的基本公司是劳动 然后呢要乘上科技效率因子以后又变成效用 对不对的 这是嘴说的 这样用证明才行啊 怎么证明呢 就是经验事实对不对 我能不能用来解释当代社会 这个我就注意到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个很重要的成就 我想是吧你应该知道的啊 编辑效用论 就是了 缩洛 科普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这个函数有个公式 那个公式呢一个叫做Y Y呢乘上一个A 叫做缩洛余值 再乘上K K的上面呢有一个指数叫做阿法 还要乘上一个指数 叫做这个L L上面叫做贝塔 这是 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里面的基本公式 Y等于不是Y成 Y等于对 Y等于A 长上K 长上R法 对了 那么这个公式跟我那个网识刚刚讲的那个公式差太远啊 怎么能统一起来 对啊 这么理解 对不对 就要注意到新古典主义的公式是静态公式 跟时间没关系的 静态公式 是静态的 对了 我对这个国家 我投入多少K 投入多少R 然后他那个有一个这个 缩洛余值 或者叫全要素生产力 就产出多少 他这个是没有时间的 时间假定为零的时候 这个公式成立 这个理由没有的 叫静态的 我只讨论投入跟产出的关系 他不问什么时候投入 什么时候产出 不关独立于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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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嗯 很多新古典主义 人家自己没有意识到 嗯 嗯 啊 马克思主义人家的话 他也没有意识到我自己 应该九个T 嗯 啊 好 因为我认识到 我们新讲的那个新的公式 跟那个新古典 它那个体系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啊 一个是动态的 一个是静态的 嗯 这下面就是我们有一个传统的技巧 什么技巧 啊 常为分方程里 叫做消去时间法 我就把动态的方程 怎么变成静态的方程 嗯 这有标准方法 嗯 就把这个标准方法用来 有挂弧梯的 嗯 我只能变成 这个这个没有挂弧梯的 嗯 嗯 嗯 叫做时间消去法 嗯 嗯 我把消去时间 时间去掉 嗯 结果 我们就能够导错 嗯 Solo Cob Cob Douglas 生产函数 就计算就算出来 然后怎么表示 是呢 这个公式 就是那个 而且还有经验数据 你和 嗯 做比较 嗯 这公式表述为什么 第一我先告诉你 这个这个函数的话 嗯 按照这个新古典主义教 这个里面有一个大师 叫做钱英一 你可能知道啊 像清华那个 呃 经贸经管学院的 那个大教授请得来的 嗯 他就讲了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嗯 是几乎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最重要的成就 嗯 啊 这个公式啊 来列当然是经验数据来列的 嗯 是个经验公式提炼出来 哎 完全 这个总结出来的 这个总结出来的话呢 可以适用于一百多个国家 嗯 一百多年的数据 全部都你和对了 嗯 嗯 嗯 我再告诉你一些话了 你去看林玉夫的新机构经济学是拿这个公式做出发点 嗯 就当个假定 呃 杨小凯的经济学呢也是当个假定 嗯 杨小凯经济学也是也是以此为假定 那我再有杨小凯九本大书都在这儿 嗯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 哎 都是新古典 嗯 杨小凯稍微有点细节 有些地方不一样 我不谈那个 嗯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 这个新古典主义叫新古典主义 杨小凯呢 换了个名字 叫做新新古典主义 啊 就加个新 英文的话呢 那个新古典主义叫做Neo classical 那个新新的话它叫做Neo classical 这个 差不多 嗯 差不多的 嗯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的话是Empirical的 经验出来的 没有任何理论解释 而且你和数据才往往得一个结果 就是两个上面那个指数啊 一个叫做Alpha 一个叫做Beta 嗯 加起来等于1 加起来等于1 这个是经验数据拟合的解释 就是经验数据就这样了 对 经验数据最好的拟合就是他 啊 啊 啊 但为什么等于1 这个就是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上帝指数 就是经验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 改进了这个马克思的公司 消去时间 自动的到Alpha加Beta等于1 我们可以推荐出来 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 这就是我那个书里写的 那个2019年版新版的书 我给了你一本的 没多懂啊 没多懂啊 太厚了 没多懂啊 那么 这就是我这儿写的第二讲 嗯 第一讲我把马克思给怎么改进就完了 马克思劳动家族里面加上这个效力因子的这个 啊 现在古典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然后呢 和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个学说 你那个效力因子 加上去那个公式里面 消去替正好 啊 正好去新古典 哇 信息量好大呀 当然 信息量好大呀 而且是跟数据符合 也等于一 跟经济数据符合 我们是理论要等于一 人家那个数据你何次来等于一 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啊 这就是理论物理论这个 这太神了啊 这个从数学结构上 一定等于这个我们的一个理解 好吧 这个因为这个数学的性质啊 它是个其次放称 嗯 其次的指标 它就是一 对 这是 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啊 对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 我们自我感觉来个好 啊 那是应该 这地方应该鼓掌 观众朋友应该 此处应该有掌声 这实在是可喜可贺 对了 你知道我眼前一亮 我突然间有一种 有一种巨大的欣喜感 对了 太打不得了 我问句话 对 当您这个理论 您跟阿姨对这个问题的发现 然后呢 在您写成文章 写成书发表出来之后 有没有人对这个公式提出过质疑 质疑的理论 站得住脚 站不住脚 你想想看啊 中国的实际的环境 对 好不好 对啊 马克思主义 天天在那说 我就是对 我就是对 对啊 像你何朗斯这种东西 或者修正主义 首先是一大堆研究马列主义 马克思与经济学的人 他们里边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 对 然后的话呢 新古典主义人 新古典主义的话呢 他也教教主义很厉害 他说我为什么要跟马克思劳动家族 一定要用劳动家族来干预我了 不行 发表不了 发不出去的 而且他也看不懂 对 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上给了 但是这个书呢 比较厚 当然人家不容易看了 是吗 这个 对您提出批评的人 有没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呢 有没有 下面我再跟你说 先把我这个做了什么事情 先告诉你 接着说 下面我再跟你说 我们就回到了 一大厘难 中国的经济学界 两大学界 一次哗然 马克思主义现在坚定反对 大浪费 大投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反对 大浪费 大失败 这个投入决策是错的 肯定是赔本 赔不赔的 当然 赔 总不赔啊 高铁到现在还赔吧 对 对 从效用来说是这样的 啊 嗯 啊 就是我这个 坐的人啊 这个 坐的人啊 还不够 跟我的电费也差不多 但是投资要收回 不知道哪年 哪月了 新户高铁例外 啊 对了 新户高铁还可以 对对对 啊 但是新户高铁的话 他那个投资要收回 投资了这个两千亿 啊 一个亿一公里 嗯 还现在 还没完全收回 也没完全收回 就是你把成本 就是现在还是赚钱的 他赚钱 要补充原来的那个 投资的话 对 还要时间 啊 为什么 造出来以后 大家反应不错 嗯 当时吵得不得了啊 这个你 我知道一些 哎呀你可能知道 我们是介入的啊 嗯 啊 我们主张 慈旋逢 我们又反对高铁 对 哎 你讲 你懂啊 当时您立主慈旋逢的 哎 是技术 哎 哪个 哎 技术路线 哪个更好 更便宜 对 但是我不反对啊 您现在论述的是 呃 四万亿砸进去这件事情 用您的这个理论怎么看 对了 就是这个 嗯 但是我讲一句话 嗯 这个高铁修到什么地方啊 嗯 送到什么地方 那个当地的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县委书记 都跑到天道部去 千万你修到我家里面 滚一下啊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我给你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修到我那去 因为要致富先修路嘛 修到你们家就意味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对了 海业也有急剧效应 对了 就是你把那个路修到什么地方 我土地价格猛涨 嗯 这样 一涨几十倍 几百倍 那当然 对不对 所以它本身的作用啊 并不是劳动创造价值 它是效率因子啊 周转快了 嗯 我这个商品是要流通的 要周闯的 我的东西卖不出去 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 嗯 理解吧 如果我那个商品的周转的速度 提高一倍 等于我GDP增加一倍 对啊 这是惩罚效应 嗯 马克思经济学院没看见 因为他本来那个公司里没成法 嗯 新古典主义也没看见 哈哈 我不知道 他们就认为是赔本啊 没有看他另外一个作用 因为他本身高铁是赔本啊 但是我的作用是别人的商品等于了 嗯 嗯 你好 现在拜登也要学习 哈哈哈哈 同意吗 哎 哎 我们要学中国 对了 我们的是学来的 是跟罗斯福新政国学来的 嗯 嗯 那当然啊 他们的评价看得很远啊 对 我们的理论不是有个效率因子放在那吗 嗯 有科技效率因子 嗯 还有一个社会交易效率因子 就是说出境这个市场的流通快啊 嗯 市场的流通快嘛 就等于钱流通快啊 我一块钱到两块钱用啊 嗯 这叫做惩罚效应 嗯 嗯 最近 不是 就是前一个时期 做了一个讲话 在东北工作要注意加减乘除 哎 这词说得不错啊 这词说得不错啊 试得好 试说得好啊 注意加减乘除 对 马克思主义的浪动价值的力 没惩罚 只有加减 只有加减 你觉得吗 对对对 但是而且讲了 要看到这个复杂就是既有加法还有惩罚 嗯 那不惩罚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说这个加减乘除那个惩罚 加法是什么 你老人家说的一些理论呢 哎 可能是有像 某种异常契合 但不会是从这个异常的理解 当然不是 但是他强调了 就说是 好多 星宿之间有惩罚效应 对 不是简单的相加相减 也意识到效力因子的存在 你觉得吗 嗯 嗯 是吗 你东北人 哦 东北人 我们东北现在经济不行了 东北这两年 为什么那个那个那个经济老上不去 上不去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人才流失啊 对 所以经济发展不起来啊 我看了一个数字 一百八十五万的知识分子 嗯 恐求动乱费 哇 这个我 这是网上看来的啊 我也没有去做统计 一百八十五万的知识分子 恐求动乱费 一百八十五万是人吧 啊 是人吧 对 就是指技术人 真的 技术人才 啊 真的 为什么 东北精力贯彻 安刚现法 啊 你知道什么叫安刚现法 两餐一改三结合 哎 我知道 哎 两餐是什么 工人参加劳动 更不参加劳动工人 对了 就是你的知识分子是不重要的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啊 我要跟何先生说的是 东北啊 其实没有地方贯彻 两餐一改三结合 哪有这事啊 这个事实不准确 好观众朋友 何先生跟我聊天 因为是我跟何先生是这个忘年之交 所以何先生跟我说话的时候呢 虽然是他讲的理论 深刻程度 丰富程度 还有创新程度 都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 但是呢我跟何先生对话的时候 还是事有小争论 何先生关于四万亿砸进去 加上地方配套和企业配套 中国多少钱下去 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那有一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和一些新兴的新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对于这些事情的解释是反对的 在打叉叉的 但是何先生呢 却从他的理论出发 对这件事情给了大大的一个对号 何先生这个理论用之于解释中国当代的实际好多事情啊 都能够理论和实际相接合 并且给我们一种的全新的启示 今天这期节目先到这儿 下期节目请何先生接着给我们讲 好 好 好